三房 加上客廳的格局 跟家人住起來 空間算是足夠 一個月租金一萬四 看似金額不大 但其實 就比如說漏水 然後或是有臂癌 然後或是跳墊這樣子 當然就是跟房東 都是要講好幾次 或是甚至有的問題 會拖好幾個月 再承認去處理 然後到今年的時候 他就是說 因為附近的房價 都已經漲租了 之後他就覺得 他要漲一千塊 就是有點錯愕 因為他那些修善 我也都不處理 然後還要漲我租金這樣 漲漲漲什麼東西都在漲 房子租金也沒有逃過 而政府寄出租金補貼 想要減輕租客壓力 對大部分租客來說 也是形同看得到吃不到 應該是可以申請到 新北市是2880吧 對啊 但就是沒有辦法用這樣子 不過根本就沒有書面契約 因為像一鍵署 只認那個書面契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也是 有怕我去申請租金補貼 所以他不願意跟我 打書面契約 主基礎統計 10月份的房租指數 104.56連三個月 年增超過2% 顯示房租還漲趨勢不變 進一步觀察各區域的 租金指數 北部地區因為基期比較高 10月年增1.8% 從4月起年增率也都沒超過2% 至於年增率最高的地方 是東部地區 高達了3.79% 比起2022年全年的1.56% 大幅成長 同樣租金漲是在加速的 還有中部地區 10月租金指數 年增率也衝破3.4% 至於南部地區 10月租金指數 年增率則是來到了2.19% 到2022年全年的2.05% 小幅成長 租金是一個經濟學上 所謂的剛性需求 剛性需求意思是說 你如果是食物的價格上漲 我就吃簡單一點 衣服我就不穿高級的衣服 但是你如果是在租房子 你不可能不租房子 那租金不可能剩 因為房東不會說 吃杯說這個月不讓你繳租金 如果租金持續上漲的情況之下 對房客的影響跟衝擊 會是非常大的 而為了在勾房價環境下 減輕租客負擔 立法院財委會也出招 預計以所得稅法第17條修正草案 使房租支出 渴望從現行的列舉扣除額 改為特別扣除額 而每戶每年扣除 12萬以上的上限額度 也可能提高到17到30萬 若能通過上路 在後年5月報稅時就能受賄 只不過租屋黑市問題 若沒解決 恐怕最後這大紅包 對租客來說還是一場空 有7到9成的房東 在租屋的過程 是用住宅的名義在申報 就是他是逃漏稅的 所以就等於 台灣政府的住宅政策 兩個跟租屋市場高度相關的 比如說租金補貼 以及社會住宅包租貸 都是嚴重的四倍公辦 那因為現在就是房價的水準比較高 那其實租客他有時候會在考慮說 我到底是要租貨買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因為利息利率也升上去了 所以你可能我的一個租金投報大概是2% 那我的租屋的成本會換算起來 可能差不多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是把買屋這件事情的一個時間往後推移 不管是補貼還是扣稅 實際現實的狀況下能發揮的作用就是很有限 著眼全台超過300萬租屋族 荷包無不隨著房價越來越變 八道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